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反对台湾买美国卖来的武器 因为这些武器会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 会造成台湾的伤亡 会破坏中国的统一 所以我大力反对 我跟大家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台湾人的平均思路都被污染了 你这样做 第一个黑帽子就扣上来了 说你不爱台湾 说你跟北京唱和 说你如何如何 先给你污名话 所以大家吓得不敢讲真话 因为李敖读来读往 所以我敢讲真话 我讲真话也不完全是说是党同伐异的 事实上我是很客观的 很客观的原因 用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给大家看 最近发生的事情 就是台湾发生的选举 高雄市长台北市长都要选举 基本上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跟民进党的候选人的对干 国民党就主要的就谈到了 民进党政府的贪污黑暗 贪赌 以陈水扁这一阵子的行为为例 证明你们民进党不清白 民进党也开始反击国民党 说你们这个国民党也不清白 因为你们过去一党独大的时候 一党专政的时候 你们趁机A了 就是巧取豪夺了很多人民的财产 你们的财产来路不明 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个党产条例 一个法律叫党产条例 来彻查任何政党的来路不明的财产 民进党才成立二十年 没有这种来路不明的财产 亲民党成立的时间 才六年 也没有这种来路不明的财产 所以这个法律表面上没有针对哪一个党 可是适用之后国民党适用 所以等于是清算国民党的财产 这个念头是谁开始提醒提醒的 是我李敖 我李敖恨国民党不是吗 国民党当年一党独大的时候 欺负我们不是吗 所以当时我带队搞党外杂志的时候 是我提议要将来我们一招全在手 一招有力量的时候 我们要清查国民党的党产 把它没收 把它充公 这是我的观念 现在民进党为了平衡 他就开始说 我们要查国民党的党产 要通过党产条例这个法律 那国民党呢 就不让立法院通过这个法律 他要拦截他 拦截他的方法呢 就是在程序委员会 把它挡住 在门口啊 就把你挡住 你不要进门 挡住 国民党有 我跟大家讲过 他有89个立法委员 亲民党有22个 加在一起是111个 立法院的半数是110 他们正好超过了半数 所以国民党加上民进党的时候啊 就可以拦截 民进党这个党产条例 进门 在门口就把它挡住 就封杀 不让他进入程序委员会 国民党挡的都是事呢 挡了101次 谁帮他挡呢 宋楚瑜的亲民党帮他挡 可是最近 两个搞翻了 宋楚瑜觉得国民党欺负他 他还要选台北市市长 所以呢 他们的亲民党啊 就不肯挡了 不肯挡 就害得这个副委 就是到了 这个人呢 进了家门了 要重新在大会里面来表决 表决两个案子 一个呢 就是副委到委员会里面去讨论 一个呢 叫净负二读 把它自然变成了 第二次读的法律 换句话说呢 表示第一读通过了 法律要经过三读 三读以后呢 就正会成是法律了 我要清算你斗争你 查你财产 是有法律根据的 所以国民党呢 就怕 进入二读 我李奥 大家注意哦 我在立法院里面 当众拉了一副婉联 婉联怎么写的呢 大家看 魂西归来啊 当年首唱 党产充功 殷荣晚在 今日带头 敬赴二读 告诉大家 真正赞成党产充功的 是当年的事情 是李奥第一个带头提出来的 并不是民进党哦 今天的我李奥 又带头要求 直接变成二读 换句话说 他很快的变成法律来对付你国民党 所以今天大家感到好奇怪啊 这个李奥 你在立法院里 怎么得到民进党的拥护呢 不是 因为这件事情 是的确正确的 我李奥没有蓝色 没有绿色 我李奥只有正义 我曾经改写 英国首相的一句话 英国首相的一句话是说 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好处 永远的利益 我把我李奥把这个改写 我李奥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正义 你国民党 对我们人民的财产 几十年来 巧取豪夺 是不合乎正义的 这一部分 民进党的要求 是正确的 虽然他们有政治上的动机 我李奥没有 所以我说 我要赞成 把它直接变成法律 可是我把它 大家知道 台湾的立法院 大家拿着左一块看板 右块看板 干什么呢 给楼上的记者看的 楼上记者采访 镜头一转下去 哎呦 这个人发表他的意见 所以民进党 国民党啊 这225个立法委员 其实也蛮可怜的 除了我李奥以外 都蛮可怜的 那224个 该干什么 就希望曝光 希望记者们呢 报道的时候 照到我 照到我的脸 照到我的讲话 照到我的意见 用什么方法呢 立法院里 每天早上 开放一小时 就大家一早上起来 登记 登记完了抽签 在这一小时里面 每个人可以讲话 5分钟 大家就争取这5分钟时间 就是排队 抽签 抽到以后 上台 讲5分钟 零一响 哎 就下台 就为了这5分钟啊 来吸引媒体来 报道他 可是我们李奥这种 立法委员不一样啊 我们是大名人 我们有知名度 我们手一招 记者就过来了 所以我一辈子 没有去参加过这种排队啊 抽签 讲话 可是 在开大会 整个大会 双方人都来了 比赛投票的时候 立法院像个赛场一样 有的人在前面举牌子 我把这个就放大 像个碗帘一样 看起来两条 白条 我的站在桌子上面 我也举牌子 大家一看 当然看我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我这文字写的好 里面有戏 大家看不见 魂西归来 当年首唱党抢充公 殷荣晚败 今日带头 敬服二读 这里面 有点文化 那别人呢 就是那个牌子 打倒张三 推出李四 反对这个党产 这种太单调了 所以 大家 一比赛 风头 又被个老头子抢去了 那个人就是我 我举这个例子 告诉大家 我是公道的 没有私心 没有什么蓝色绿色 其实我是红色的 可是我做这些事情 我请大家注意啊 不完全是 党产 这种一个问题 我在很多问题上面 都是 很仔细的 并且是很有办法的 我告诉大家 我在立法院里面 是属于国防委员会 我们管到了军方 管到了国防部 也管到了一个军方为背景的 国家安全局 他们的局长 是这一位 叫薛实明 中将 上将 现在是上将 薛实明 在内部会议里面 跟他的手下谈 他说他请我吃饭 他跟李大师吃过饭以后啊 他后面的脊椎骨 后面的脊椎骨 那一条脊椎骨 都是凉的 为什么是凉的 心寒 就是跟你吃饭 但这个对象不可测 他说李大师 这个人能说善道 可是他很阴险 他比我们这些跳舞还阴险 所以我们怕他 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出现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在办公室里面 有四个人 甲义秉定 到了过年的时候 我门上都贴了条子 我不收礼的 他们国家安全局 千方百计 送了四张礼券 每一张三千块钱 礼券 送进来给四个人 张子 甲义秉定 那么这个甲呢 就不收这个礼 他就说他不收 他也不吭气 你们要收 你们就收 他不收 可是甲呢会告密 第二天就告诉我 说安全局啊 送了四张礼券 我这张啊没收 每一张三千块钱 我就掏出三千块钱 给这个甲 为什么给甲呢 因为你告密 你对我忠实 所以我给你三千块 因为你青年 不要钱 所以基本上 你损失了三千块 没关系 老板补给你 换句话说呢 因为你诚实 你没有损失哦 诚实有损失 那谁还要诚实呢 所以我给你三千块 那个他的钱你退了 好的 我给你三千块 那么其他甲乙丙丁 乙丙丁三个人 是不是 我李奥把它要回来呢 我也不要 我也不吭气 我拿了九千块钱啊 汇到了国家安全局 给这个局长 给局长 你看到 你会收下来 你知道 我为什么退给你 过两天 局长约我吃饭 我就吃饭 局长呢 就向我抱歉 说 李大师啊 你太过分了 我们送你手下的一点礼物 每个人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 能够收买谁啊 你可不可以这么介意呢 我说局长啊 三千块钱 的确谁也收买不了 可是 三千块钱 他收了 你心里就会底了 你就知道 他肯收我的三千块 下一次 我送三万块 他就会收 送三十万 他也会收 我要求你 做李 李大师的报告 出卖他 给我做情报 做我的县民 他就会干啊 三千块钱 今天收买不了任何人 可是 他有一个 投石问路的 效果 你会得到 他肯收 你就知道 有一天 我出三万块 我可以买你 三十万 我可以买你 因为你会收我的钱 不是吗 他说 是 所以他说 我阴险 可是大家注意 我的手法 我不像 甲乙丙丁四个人 我不像那个 乙丙丁三个人 要三千块钱 各要三千块钱回来 我不跟气 有一天 他们也知道了 把钱 九千块钱 还给我 我说 不要了 大家花掉算了 就花了 老子前后赔了 一万两千块钱 可是 我使安全局的局长的脊椎发凉 他就知道 你里要的技巧 你里要的手法 过人一等 我讲了故事给大家听 你们会这样解决问题吗 任何老板都不会这样解决问题 任何老板如果说 我门上条子贴了不收礼物 你们收了礼物 我开割你们 我惩罚你们 我寄你们过 我臭骂你们 把钱拿回来 都是用这个方法的 不是吗 我们李奥不这样做 为什么 我给人留余地 就我不跟你们善合气 可是你们知道 你们的老板是精明无比的 我提这些钱我赔了 以后你还敢收吗 以后你不敢收了 他以后敢送吗 他以后也不敢送了 我讲这故事告诉大家 你们以为李奥是什么人 你们以为李奥是书呆子 你们以为李奥只是能说善道 能够写文章 你们小看我了 我是个非常的 有计谋的 有手段的 并且其中 金刚怒目中 有菩萨迪梅 在强硬的手段里面 有 合乎人群的标准 不是这样子吗 那天吃饭 局长跟我说 为了大师表示友好 我自己 他收藏了很多的银币 老的银币 其中一个银币 有两个帆船的 我送一个给大师 好不好 我说放在你家里 我接受 我领这个情 接受你了 我问你这个 有两个帆船的银币 有没有一个太阳 旁边有三个小飞机 有没有 他说我这个银币上面 上面没有太阳 也没有三个小飞机 只有两个帆船 我说这个 我不收 如果你上面有一个太阳 有三个小飞机的 我就收 他说李大师 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我说我告诉你 这个银币 前后出过三种 民国22年 民国23年 民国24年 可是民国22年 出这个银币里面 有太阳 有三个小飞机 当时大家说 这个太阳代表日本太阳旗 三个小飞机 代表日本飞机 来炸我们 所以大家一出来以后呢 这个制造这个银币的 中央制币厂 就把这个银币收回了 所以市面上啊 这个银币啊 很少很少很少 所以他很值钱 很值钱 很值钱 如果你要送给我 我就要 可是 只有帆船 没有银币的 是 民国23年 就是1934年 和民国24年 1935年出的 那个不值钱 你手里的银币 你当宝贝的 要送给我的 不值钱 我不要 他听着以后啊 我想他脊椎 又开始了解了 为什么 这个李大师 无所不知 你要送我个礼物 外国的言语说 拔开马嘴 看礼物 什么意思啊 你送我一匹马 我嘴巴要 拔马嘴打开来看 为什么呢 马老的时候 从牙齿就可以看出来 老和少 我挑剔 挑剔你这个礼物 你送我这个礼物 我不说不要 我是说 如果符合那个标准 意思说 那个银币 有太阳的 有三个飞机的 我就要 因为他值钱 我要 你给我 我要 你没有嘛 结果你送我的礼物 被我某种程度的 谢绝 并且等于我 奚落你 可是我的力量 你感觉出来了 哦 这家伙太恐怖了 他没说不要 说你送不起 不是吗 我要讲这个故事 给大家听 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啊 千万不要把李奥 看成了一个读书人 一个书呆子 一个能说善道的人 一个会写文章的人 你们小看了我 我真正是能够 翻云覆雨的一个人 很可惜 我沦落在台湾 很可惜 我没有进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 不是吗 所以我的很多本领 很多才华 埋没了 因为埋没了 所以我才用 很多 笑傲人间的方法 来处理这些问题 我在台湾的索会 国会里面 用 催泪瓦斯 把别人赶出去 你不是闹剧吗 就是闹剧啊 你在干什么 我把它闹成为 一个笑话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是什么所谓国家 你是什么所谓国会啊 你在我留言里 你是个屁啊 所以我在闹你嘛 列宁讲了一句话 大家清楚的回忆 列宁说 无产阶级 要加入资产阶级的议会 为的是 把这个议会 颠覆掉 无产阶级 加入资产阶级的议会 就是要颠覆他 一代人豪 李敖 加入民进党 国民党的这个国会 就是要把你搞臭啊 不是吗 怎么在国会里面 用起来 喷雷瓦斯 催雷瓦斯呢 我闹你嘛 大家说你胡闹 我就是胡闹 你闹个笑句 那就是笑句 可是我达到我某种程度的效果 就是大家知道 像美国买武器这个问题啊 是个大问题 为什么大问题呢 因为李大师 在活国会里面疯掉了 拿去瓦斯来喷别人 喷这些国会议员 这一定是个大事情啊 大家研究为什么 一研究 哎呦 你美国人 要卖武器给我吗 所以第二天 当美国在台湾的地下大使 也疯了 在骂我的时候 证明了 哎呦 原来你这小子石态 大家提醒人心 即使人心没有提醒起来 至少至少对我这种历史家说起来 我清清楚楚的留下了个历史记录 清清楚楚告诉了美国人 别以为中国人都是死人 别以为中国人全怕你们 别以为中国人在你们面前 矮三结 就有这种中国人 用他的聪明 用他的智慧 用他的技巧 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 来抵抗你们 在历史上面 某年某一天 曾经走过了这么一个光芒万丈的中国人 他的名字叫做李敖 propos表明 und若非 我们怎么办 entre三 romance goods 让我们打开 二十二 点 我们 让我们 四十一 公道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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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